各位小金融朋友朋友 谢谢再度回来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就要讨论大谱农田 跟中国圈地有什么关系 刚刚梁先生他已经把刘正宏 疑似这个草地皮 这个台湾政叹也是讲了很多 不过就在一个农家子弟来讲 土地的感情是通常都市人是没办法理解的 你真的要到你土地上工作 你才能理解人跟土地的感情 那我们知道日本的 日本人对这个土农夫的保护是相当的周密 他的米那些有特别好的米特别包装 变成精致农业 那香港我们这边马英九上来以后 很像对这个都弄得不好 你刚才讲到他有草地皮的可能性 但这个没有证据 但合理怀疑是不是 合理怀疑 好 那我们对不起 我们先讲一下中国的 你让官商勾结 那我们根本不要合理怀疑 那根本就是事实俱在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因为怎么讲 这两边目前来讲的话 到底是台湾跟中国大陆体制不一样 中国现在是一个独裁政府 他做这个的话 大家就是说老百姓去 他们通常被拆迁的去上访 上访个五年八年是尝试 凸显这个 你台湾不是 台湾是选票 台湾的老百姓是头家 你对老板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地方 那今天中国大陆的话 就在台湾那么近 对不对 那你国民党的话 你去交流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就是帮好的带回来 你这个真的是旺下沉沉 所以马英九政府很多东西 人家批评说倒退了 这是倒退 今天就是说他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很可能是炒地皮 这个是合理怀疑 因为中国大陆的话 他那个拆迁补赏人家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他这个苏州那个地方 就是说当初十几年 也有拆迁过一次 他补赏这个住户是40万 就是说这个人民币 现在那一块地 同样的一块地 现在他们官方把它卖给商人 是好几个亿 你知道他这个有这种暴力 就刚才梁老讲的 就是以后变更改地幕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们合理的怀疑 刘正宏的话 他是已经跟这些 已经帮这个就是说先拿了 就是说先规划好了 就是说先规划好了 他现在不得不做了 变成知道吗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 就算据算买卖一样 你定金都收了 你能不做吗 那我觉得很奇怪 他是办一个计划 为他来道歉 对不对 他第一个道歉的是马英九 第二个道歉是无人论义 对 他怎么跟农民道歉 你的看法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梁先生的话 感觉因为他是家乡 我是非常 对非常同意他的感情上的受伤 刘正宏的话 我觉得 你当然是国务党在共产党 你知道吗 你怎么就是说在 这中间现在还有界线吗 国务党共产党有界线吗 所以啊 所以我是很 就是说我们 就是台湾老百姓很了解 就是说中共的话 你不要说大家说 关了门说不去了解 那这跟台湾影响很大呀 像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你台湾今天就是说我们比较年底的选举 这个 这个就很关键的 对不对 以后可能就是 就是说用中国大陆的体制来 来影响台湾了嘛 所以 所以台湾老百姓的话 要很关注这个事情 刚刚梁先生讲 这个是农地 世代根源 这organic的话 它这个 上面那个 像挖下去那一层是 清有银梁 对对对 那现在又怪手 半夜即把这样挖起来 身为一个农家子弟 你那个最有营养的部分这样挖 我相信 你的感触应该很深 很痛心 他挖起来怎么把它载走了 他把那个最有营养的土子 一尺多深 一尺是吧 一尺多深 那个农 稻米 它的根就是这样 通常讲 还有下面还有一些土地 才能吸收营养 还有 它把它通通带走 还有水沟呢 水给了尊给了 灌灌系统 全部都打破掉 让你根本无法 有这种毒的宣传 还有故意的把 泥土弄得一凹一凹一凹 所以 他们记得招待会的时候 武东云说 我怎么圆屋圆地还你 现在土地是这样这样啊 那你没有想你二十六台怪兽 把他破坏都这样 你有心 复原嘛 把原来的土 原来的土 现在不知道再到哪里 可能还没卖掉 搬回来 那真的有一天 原地也无 他会把那个土 如果有重金属的土 从别的地方搞来 你会害死这个台 有道理 像刚刚你刚讲日本 日本是台湾土地的十倍的 他真说土地只有台湾十分之一 他都下一种东西 台湾的百分之一 他们日本的农业 他要照顾他农民嘛 那我们台湾的农民 包括美国的台湾老百姓 敢吃中国的农产品嘛 又有毒又没有控制 还有农产制品 他怎么的process 他制的中间的程序 所以我们害怕 你要避台湾的吃 这个中国的东西 这个不是好 因为害怕吃 那你可以 苏联雄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件事件 两个国家的官员的反应 你可以做个比较 两个国家的官员反应 对 这个我想的话 中国大陆的官员是没有反应 因为他们 他们不拆迁的话 他们这个政权难保 他等于说已经吃了这个马匪了 他没有办法回头了 因为他我刚刚讲过 所以他们中国那边官员 没有出来道歉的 没有出来道歉 不可能的 对还强制镇压 还继续这样子下去 所以更 不把农民看在眼里 对不把农民很讽刺的话 那中国不是传统上是这个 以农立国 中国共产党是农民起义的 农民起义 对农民起义 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 最贫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老区 所以老区就是散竿 江西 瑞金那边老区 就是农民 那边还是最穷 你中国大陆就是靠农民起家的 中国共产党 现在农民还是最穷 那这样起来 农民是等于算被骗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呢 农民也是被骗 农民也是被骗 苗栗 苗栗那么多农民 大部分的票 我可以说百分之七十几 都投给马英九 国民党 他们 我们农民相信他 被骗很多年 一直骗 现在还不知道 那 这次发生之后才知道 我对你那么好 马英九你long stay 你讲的话多好 我献给你啊 你现在呢 连我的生存的命目 都要毁掉了 我很痛心 我们苗栗人 至少要用脑筋来判断一下 说真的 什么人才是照顾我们的人呢 那国民党还能讲话 但是讲的研究呢 根本就是空洞 而且就是说 台湾是说 征收一般征收都不合理的 征收有什么公告地价 公告地价 比那个市场价格 要低百分之四十 对不对 对 差很多 所以这两个事情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你知道吗 国民党跟中共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国民党在台湾不得不 因为台湾还有 还要选举 对不对 不得不装个样子 装个样子道歉 你看他道歉 是不是说真的是出自内心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台湾苗栗老百姓啊 你要清楚了 你好在的话 老百姓手上 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这个体制 你手上还有个武器 还有个选票 教训他们 教训这些政客 不要政客目空一切 像刘振宏这种 只看上不看下的 他只看马哥和韬哥的演说 真的是这样子 嗯 从去以来 国民党的 跟安德国 跟安德组织 非常厉害 10岁多 有钱多了 他要把钱拳 又要把钱去外国 不然装脚 纯粽磷粽 鱼粽 那些后出 快去偏 你那位苗栗的农民 这个事件 有没有觉醒 你的观察 我还不敢说 是蜘蛛 不然 尤其农民 当多很难的那一系列 牵扣去 去牵扣去 那一条是什么 病毒 不知道赌呢 要贷钱 做就要去做 馬正前去歐道人民 去所有做過以前的 政策信念完全 他的政策根本沒有哪一樣事情 633 怎麼愛農民 通通沒有 好的 我們下一節呢 我們還有一些尾端 我們還要補充一下馬上回來 尾端